我是安哥 歡迎來到我的電影解說 寄生蟲講述貧窮的一家人 看上有錢人後 將司機幫庸都換成自己的家人 但卻發現這間豪宅底下還有更大的寄生蟲 一家人住在破舊的半地下室裡 四個人都沒有正職工作 偶爾折著披薩的盒子回聲 小宇拿著手機適度尋找免費的無線網路 終於在廁所的邊上找到最佳的位置 地下室的好處就是有 免費的室內殺蟲服務 以及觀賞最悍的小鳥 這天小宇的朋友頭綠綠男來拜訪 再來招財時 因為頭綠綠男要出國留學 所以介紹小宇去當英文家家老師 並說自己回國後要跟家教的妹子正式交往 讓小宇好深招料一下 重考四次的小宇沒有大學文憑 於是妹妹小婷就幫小宇 手工製作一下首爾大學文憑 降陽的大房子以及寬敞的草皮 是小宇不曾想過 果然如頭綠綠男所說 女主人很善良很好欺騙 女主人直言自己看不太懂學歷 所以讓小宇實際教學一次 而自己會在旁邊觀摩 女主人的女兒小慧 答題時總是會猶豫不決 小宇還幫小慧把脈聽心跳 小宇直言 答題就是要有氣勢 教你口訣 三短一長就選長 三長一短就選短 就這樣女主人被戲劇嚇傻 所以讓小宇擔任家教老師 而小慧還有個弟弟小多 女主人誇讚自己兒子很有一書天分 但是個頑皮蛋 小宇也認為小多根本是必卡索在世 可以把星星畫得這麼抽象 女主人說 可可是這個是穿畫像耶 吼唷 吼唷我就說了 怎麼這麼像小多 那時候小羽想到小婷主向美術系 於是小羽推薦小婷當美術老師 正是青春的小慧 因為姥姥不疼 媽媽不來 自己第一次被男人的手碰到 所以嚇傻 就看小雨偷藏經過 於是頭綠綠男就綠了 而見過小婷一番的調教後 小多就像換了個人似的 對小婷非常恭敬 小婷對女主人說 小多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嗎 女主人驚訝的直說 當時小多還小 妙妙不小心夾到小雞雞 整塊筆都掉下來了啦 直言小婷是小多的救命恩人 剛下班的男主人 讓司機送小婷回家 只見小婷嫁經就熟的 拖下自己的小妹妹 於是就被男主人發現 沒想到一臉震驚的司機 竟然喜歡玩車陣 兩人開始腦補 邊吃水膠小邊吃白粉的畫面 男主人想要低調的解雇司機 畢竟邊吃小邊吃粉很難看 而在旁邊的小婷 聽到自己的計畫成功後 刻意將話題轉向司機 想要對小婷上下其手 於是小婷就推薦一位老司機給女主人 也就是自己的爸爸老金 生平沒有開過高糖計程的老金 就去賣車廠二補一下知識 男主人還拿了杯咖啡 測試老金的開車穩定性 老金心想 你還可是韓國版藤圓吐海 人稱蛋蛋藤啊 小婷從小婷的口中得知 老管家對水蜜桃過敏 所以小婷就試探性的 對老管家噴一些水蜜桃邊上的粉 老管家因為水蜜桃 一直咳咳咳咳的進入醫院檢查 老金知道老管家會去醫院檢查 於是故意在旁邊假消自拍 想要騙女主人 謊稱自己體檢發現 老管家可能有肺結核 很善良又很好騙的女主人 就這樣上當 在車上老金一直說服女主人 開除老管家 快要到家的時候 傳續型給小婷準備執行計劃 回到家的女主人 就聽到老管家咳嗽聲 老金拿出口袋的番茄醬 製造大量粗血的假象 所以老管家就被打發走了 老金趁機拿出看似很高檔 卻只有一行字的明信片 只要打過去 就可以找到頂級的管家 很善良又很好騙的女主人 就這樣打到小婷的手機 成功讓老鼠混進富豪人家 而鼻子很靈的小毒 卻發現老金跟老鼠有相同的味道 這是因為家裡住在半地下室 才會有的美味 這一天男主人要外出參加露營活動 沒有見過市面的老金一家人 享受有錢人的生活 一邊喝著高級酒一邊賞魚 而這個時候老管家跑了回來 為了想要打發老管家走 所以讓老管家進入屋內 欸不對啊 這樣不就賴的不走了嗎 於是老管家就走進地下室都不上來了 我就說嘛 不該開門啊 現在換你頭大了吧 老鼠就發現地下室中的地下室 簡稱地中地 當初前任屋主認為地中地有失顏面 所以沒有跟男主人一家人說 只有前任老管家知道有地中地 所以就圈養了自己老公 寄生蟲長達4年 發現事情真相的老鼠就不開心了 一直吵著要報警處理 小婷一個狡猾害大家跌倒 這一幕剛好被老管家手機錄下 怕影片傳給男主人 所以老金一家人就被罰鬼 看吧 我就說不要開門了吧 看兩人正在一營的時候 大家玩起跌落和搶手機 大家玩得正嗨的時候 女主人打電話回來 因為大雨取消露營 正在回家的路上 所以大家開始忙著收拾垃圾 老金負責把人帶到地下室 老鼠負責煮炸醬麵 也負責處理要逃跑的垃圾 欸不是啊不要誤會 我不是針對你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正當老金一家人準備逃離的時候 小桌吵著要搭帳篷 所以老金一家人就躲在桌子底下 有床不好好睡的男女主人 躺在沙發上睡覺 聞到沙發的怪味道 像是老金身上的味道 就像是葡萄乾擺到臭掉的味道 秋到葡萄乾 男主人就開始找葡萄吃 一番乾材烈火 男女主人終於睡了 大飽而服的老金一家人順利離開 沒想到大雨淹沒了老金一家人 本來就是辦地下室的房屋 變成大型地下蓄水池 無處可去的老金一家人來到避難所 為了要辦小多的生日派對 於是女主人叫來了老金一家人 認為腳比老金的沒位海鄉的女主人 受不了車上的臭味 所以開窗戶 等等你確定不是你的腳臭味嗎 小羽正跟小婷玩嘴巴運動 除了嘴巴運動難道不能玩牆上運動嗎 像是枕頭大戰之類的 親著親著小羽便說要去更地下的地方 欸欸你這是身在府中不知福啊 男主人跟老金說 等等小婷會拿著蛋糕出場 我們扮演印第安人準備打劫小婷 之後小多會跑出來英雄救美之類的計劃 本來準備要殺人滅口的小羽 一個手滑石頭噴了 反而被寄生蟲反殺 只見寄生蟲拿起刀子插了小婷以下 而小多以為好戲正要上演 所以被嚇魂 大家開始玩起一種遊戲叫做 你插我我插你的遊戲 結果寄生蟲就插輸了 男主人認為小多昏倒很嚴重 所以叫老金趕快開車 欸欸你當躺在地上留番茄汁的 顏面往哪擺啊 而老金丟著車鑰匙 在打斗中壓在寄生蟲底下 但早已不當人命是人命 認為別人家的小孩死不完的男主人 一臉嫌棄的拿起車鑰匙 結果老金認為自己被歧視 所以很不爽的插了上去 等等請別對號入座好嗎 小婷因為留太多番茄汁所以敗了 小婷被偽造文件判緩刑 老叔因為自衛沒事情 小婷很懷念小惠身上的味道 所以跑來偷窺豪宅 偶然發現不規則的閃爍 還破解摩斯密碼的小婷知道老金還活著 當初老金偷偷跑回地中地 所以到現在都沒有人發現 最後導演安排小婷成為有錢人 買下那棟豪宅 老金也從地中地走出來的白日夢 少年啊趕快醒一醒 你根本還是魯蛇啊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門千萬不要亂開啊 還有不要一直做白日夢啊